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房地產連環爆雷 差不多已經要進入中期了 還沒有進入到尾聲啊 所以更大的副作用其實還沒到了 像是碧桂園、中植系、瀕臨破產 那恆大在去年也是如此對吧 那恆大在這幾天在美國也申請了破產保護 但這三個是中共的三巨頭房地產 那SOHO、中國也是爆雷欠稅了19億人民幣 而中共是不可能讓他們在中國垮台的 所以在中共蓋牌玩不下去之前 基本上小粉紅是不會感受到任何 當年雷曼兄弟那樣的風暴 所以才會有像這種小粉紅說什麼呢 最近中國房地產爆雷 是因為中共金融要砍去地豬經濟 開始不壓榨我們啦 配合數字貨幣 中國又這樣迎來高速發展新時代 你看我都不知道這個言論是真心這麼認為 還是低級紅高級黑了 像華爾街日報指出什麼呢 中國四十幾年的經濟起飛啊 告終 進入通縮緊縮時代 而日本是花了三十幾年還沒完全走出來 中國估計要花上更久 加上中國現在正在經歷全球最嚴重的人口老化 所以在這種壓力之下 中國又加大地對台灣軍演了 抓間諜轉移矛盾了 對這個抓貪官殺貪官 讓人民開心又再上演這出了對不對 所以在微博上 中共就釋出了一個台灣當歸的圖片 剛好我昨天就喝了鴨肉當歸湯 好喝啊 而這個台灣當歸啊 瞬間登上了微博熱搜第一名 1.31的閱讀量 但一開始就翻車啦 一堆中國網友上去痛罵 又再轉移矛盾 又再打機器人 正式不幹 我過去的時候看能不能歸 不用想啦 你人均收入先超過台灣的再說 回歸之後 全體台灣人民 會過來買國內的爛尾樓嗎 當歸了嗎 到底當歸了嗎 當歸現在一經一百二 希望能降到七十多 結果呢 很多這種調侃的留言啊 全部都被中共給刪除了 變成了人人團結一心 拿下台灣 什麼祖國必須統一 也必然統一 支持祖國 台獨勢力嚇得瑟瑟發抖 你們這是要提前把台灣收回來了嗎 超感動的啊 有沒有看到 他也分享了郭台銘啊 跟這個藍寧說的這個結論 來證明台灣必須被迴歸被同 我覺得真的蠻神奇的 一個想侵略你的國家的人 盡量會拿 我們自己國家在野黨的論述 然後來變成他們應該要侵略 我們應該被統一的理由 真的很可悲耶 已開發國家 雖然各政黨啊 在自己的國內內政上 會有意見分歧 但在外交策略 或是對抗共同敵人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的團結一心耶 我們台灣非常奇怪對不對 但你以為搞笑的只有這樣嗎 還有 中共甚至還同步直播了 台北跟台東的即時畫面 下面還打了一個橫斧說 東部戰去出動 逼近台獨勢力 然後放了台北跟台東的畫面 這不就是要跟小粉紅說 我要打了 我要打了 等下你們小粉紅就會看到 我們的福建號 我們的航母出現在台東外海 我們的解放軍 殲10殲20要出現在101上空了 你在搞笑什麼 現在過幾天在哪裡 你如果真的要打 你才不會直播咧 你打還直播是要給境外勢力 有準備時間嗎 你家聖上有說可以這樣嗎 你馬上判國罪跟洩密罪 就會往你身上扣 而且去年大概也在七八月的時候 裴洛西來台灣了 對嗎 你中共也在直播 還斷訊 對不對 而今天中共又抓間諜記起啦 說我們抓到一個中國國家幹部啊 他以前去日本留學的時候 被美國給收買了 所以小粉紅就高潮啦 哇 身上太英明了 抓間諜 其實只要用這些去轉移 中國現在的社會矛盾 給小粉紅看 就夠了 除非中國人民上街抗議的人數 有到全體的10到20%以上 不然這種條件下哈 中共根本不可能輕易的去打台灣 當然除非聖上發瘋啦 雖然中國現在經濟每況愈下這麼爛 但你只要抓一個間諜 你只要動一個醫療體系 你只要說 欸我對台灣又在軍演了 欸小粉紅就高潮了 這樣就可以壓制這些人的聲音了 那我為什麼要花一個更高的成本 去打台灣 然後打台灣之後 讓我國內的經濟又更慘 然後被歐美日韓制裁 甚至我手下的人有可能會叛變 但我不知道 除非在中國抗議的這個 人數的風險 已經快逼近打台灣的風險 他才有可能去打台灣 所以我們還可以看到 中共現在又在抖音上宣傳 所謂的投降罪 你只要貪生怕死 放下武器投降的人 都要被判處無期徒刑 或是S刑 然後我們看下面的網友說 我有一個問題 他都投降到了對面 你怎麼執行 軍人不怕也犧牲 有血性才是好軍人 為解放宣祈福每次的任務 都能平安歸來 把子女和財產轉移到國外的 判幾年呢? 問奧 我有一個疑問 平民手裡沒有武器 投降算不算投降 問題來了 戰爭期間跑到國外避難的 完事還在回來國內圈錢的 算什麼罪呢? 如果敵人用美女勾引我怎麼辦? 所以在B站上 有個叫做首席國歌的人 雖然他也是個粉紅沒錯啦 但他反對中共去侵略別人 他反對我們要主動上戰場 他也是說得很隱晦把有錢人影射成中共高層 他指出啊 戰爭不要輕易發動 好戰的性格是不對的 戰爭真的打起來的那一天啊 有錢人只會給國家出錢就可以跑了 沒錢的人只能讓自己的兒子 爸爸哥哥弟弟上前線 等戰爭結束了 有錢的人拿到國家的回饋 哦 功成名就 窮人則拿著照片四處在問 自己的兒子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弟弟哥哥埋在哪? 我們來看一些中國網友的留言哦 魯迅先生說過了 你可以躲在腳末裡沉默 但是不要詆毀和嘲笑比你勇敢的人 因為他們爭取到的光明 也許會照亮到你 這個也可以給舔空台灣人聽一下哦 打戰的時候資本套現出逃 企業出錢 軍火商出武器 批兵出孩子 仗打完了 資本開始入場 炒底資源 軍火商開始收戰備資源支撫 政府開始鼓舞戰後事宜 平民幫著孩子收S 誰贏我幫誰? 誰若逼我幫他 那我就先幹他 這才是中國的社會氛圍 誰贏我幫誰? 你們中國大導演拍的 讓子彈飛不就把這個的社會風氣 描述的淋淋盡緻嗎? 拿生命去守護別人土地的人 你真的很偉大 其實下面的網友 大部分是認同這個首席國歌說的話 我們不該去侵略別人 我們不該主動去戰爭 但是啊 這邊要溫心提醒一下 天空的台灣人 影片到這裡先來感謝一下本集的贊助商 Surfshark VPN 前陣子走線去美國 真的感受到一款優質的VPN軟體 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回到飯店休息想看台灣的 隱居但必須用台灣的IP才能觀看 那這個時候啊 只要用Surfshark VPN 簡單操作就可以實現解除區域限制的網路連線 Surfshark VPN在100多個國家 架設超過3200的伺服器 除了我在國外連回台灣 同樣的在台灣也可以選擇多種國家的IP 去突破連線限制 Surfshark雙重的加密技術和無追蹤政策 更是保障了自己的個人資料和網路足跡 不會被收集 除此之外還可以加購Surfshark Antivirus 進一步的針對下載的內容做掃除偵測 並且刪除惡意軟體和其他進階的威脅 隨著科技的進步更需要專業的Surfshark Antivirus 來替大家保障各種儲存在電子產品裡的個人訊息 只要用我們的優惠碼 FUNTV即可享有專屬優惠 訂購2年方案再送3個月的免費使用 30天內無條件退款 趕緊透過資訊欄的連結 來了解下Surfshark VPN吧 好我們回歸正題 他們說的是主動侵略別人 而不是我們要保家衛國 所以不要把這兩個概念混淆在一起 說你看89你也認同不要去戰爭 我沒有這樣說 我說我們不要去主動S別人 但別人來S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站出來 我們國家幹嘛要有軍隊 我們國家幹嘛要有警察 為什麼全世界要有軍隊跟警察 如果你認同這個觀點 你家門窗都應該拆掉啊 對不對小偷進來就讓他偷啊 你反抗小偷你就是在挑釁啊 你又聽聽看你自己在講什麼 你保險也不應該買啊 對不對 你為什麼要做那麼多保障保護措施 因為你怕風險嘛 所以你今天被人家威脅 你家小孩在學校被霸凌 對啊去被霸凌啊 你為什麼要反抗 你為什麼要來跟我講 你來跟我講是要我幫你嗎 你繼續解決啦 你去跟他做好朋友嘛 對不對 他霸凌你你就給他霸凌啊 你跟他做好朋友 他就不會霸凌你啦 你們以後孩子遇到這種事 歡迎你們弄這套 對中共舔空的邏輯 去對你家小孩 我給你一個大門指 所以我發現台灣人有個問題 就是只喜歡看笑話小粉紅 分析一些台灣會面臨 實際中共的問題啊 或是中共體制內 會對台灣造成什麼影響的問題 或是中共現在正在發生什麼 有可能對台灣造成一定的問題 我不太想看 因為不好笑嘛 也蠻無聊的嘛 我只想看小粉紅拍影片 啊中國的銀行我哭了 我只想看這些 我只想看 中國大媽在外面鬧了 我好好笑 因為好笑嘛 對吧 所以說到這裡 我還是要講一下自己的分析 其實聖上接手的中國 已經是一手爛牌了 快王炸了你知道嗎 比如說21點好了 手上點數已經15點快爆了 但聖上他是莊家又不得不拿牌 結果你牌裡面剩下大牌的機率超高的 那怎麼辦 聖上現在有一種誅成物證的感覺 跟當年寵征一樣 下面的人亂搞是事實啊 他自己剛閉自用 因為個性的原因 沒有人敢跟他說真話 這也是事實 那下面的官都在貪污撫避 把中國掏空 這跟明末的狀況也差不多了 區別在於什麼呢 以前古代大陸這個土地上啊 像是大秦的陳盛 他現在買到碧桂園的爛尾樓 他敢起義啊 大名的李志誠他如果現在被欠薪了 上訪也無果了 他敢起義啊 而這個起義不是他一個人而已 而他旁邊那些一樣被欠薪的人 一起會做這件事情 大唐的皇朝 拉貨被收高價的過路費 他也敢起義啊 大清的洪秀泉 農田遭遇洪災 他敢起義啊 成立太平天國啊 大唐的安禄山他被查了 吳山貴被查了 被摳上間諜 最後要被消翻了 他倆都敢起義 所以我剛剛裡面的例子舉了 平民階層的嘛 還有貴族世家的嘛 不管是哪個階層 他們都敢做這個行為啊 但是現在的中國看不到 所以我說中共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把中國傳統文化的 儒家賓家法家 宮廷鬥爭文化 配合社會主義跟馬克思思想主義 加上資本主義混在一起 變成他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所以啊 中共確實非常難被動搖了 比起以前的什麼大明大清來說 真的是非常難被動搖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小小見了 掰